各位股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来到HomeChart股市直播间,我是Homelie的白老师。 首先呢,进入到的首个环节,就是国际大事件。 在国际大事件中呢,我们会看到的一个动向。 首先,最近在美股市场当中,我们抛开一些政治因素和地缘政治不谈的话, 最近在美股市场中,有一只中概股上市的做数码科技的公司, 在短短的半个月之内,市值已经突破了4000多亿。 这是很夸张的现象哦,大家有注意到这种现象吗? 包括的话,这个现象呢,我们会在热门股点评当中呢, 重点来讲,其次呢,我们也会看到的是什么呢? 最近全球马上进入到粮食危机的状态。 这个是在俄乌战争刚开始的第二个月, 我当时在直播前就已经提示过, 会员朋友们我已经提前提示过, 但是在直播中,我重点是在4月和5月, 一直在反复在讲,为什么粮食危机越发明显。 虽然说大家有没有感觉到现在的通货膨胀和粮食危机的情绪越来越紧张, 为什么呢? 因为当前的市场环境逼着, 大家会感觉到为什么会出现通货膨胀? 为什么美国多方的加息无法调控它的通货膨胀的指标, 甚至的话,有可能会让美国进入到L型的经济衰退现象。 而且的话,大家也看到最近俄乌战争还没有结束, 但是的话,俄乌战争当中导致的粮食通道已经放开了, 哎,粮食通道放开了,感觉会解决这些问题吗? 那是尚未解决的,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种粮食最缺的,离不开的是它的化肥。 哎,最近的话,由于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制裁导致的是什么? 全球多数种植粮食的国家化肥是紧缺的哦。 所以说的话,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提到粮食危机呢,会越发的明显, 原料的紧缺,供给不上之后就会导致粮食的产出很少,物以稀为贵。 其次呢,就是台积电的最近的业绩表现呢还是OK, 但是台积电的CEO在谈论中美的贸易问题,中美的地缘政治问题, 包括一个中国的问题的时候,会影响到台积电在市场中的表现。 甚至呢,还豪言是打算向大陆的厂商呢进行断供, 这个问题上升的级别就比较高, 就会导致台积电呢有可能会丧失中国市场的表现。 所以说台积电的股价可能会进入到加速的下滑状态中, 虽然说它的业绩有所表现突出,但是影响颇大。 其次呢,大家也看到阿里巴巴呢和这个腾讯最近的股价, 也是受到中美贸易之间的摩擦的影响。 但是也看到阿里巴巴呢第一季度的话, 首次出现收入减少的迹象, 但是分析师预测呢, 它的销售将会recover当前的市场的表现。 因此的话,大家大可不必担心, 这是最近的一些相关键的大事件。 那同时我们也会看到, 在今天呢,新加坡的三大银行开始公布了提高了存款利率,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信号。 首先我们先讲一下, 最近在新加坡市场, 分别是UOB和DBS提高了存款利率, 而且其中呢提高了定存利率, 这是很罕见的啊, 这也是这十几年以来的首次现象。 为什么呢? 原先银行的定存利率的话, 其实是蛮低的。 比如说最近, 普通的十个月的定存利率, 从多少呢? UOB是从0.8提到了1.4。 但是的话, 原先的话很低啊, 只有不到0.5左右。 包括的话, 但是有一间银行没有提高它的存款利率, 这就是OCBC了。 那说明的话, 一个现象, 银行提高存款利率说明一个方面, 银行需要大量的回笼资金, 它手上的资金不够。 第二个现象是什么? 那就是它提高存款利率的话, 容易增加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解决银行的坏债问题。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这么多银行当中提高的存款利率, 比如说DBS呀, UOB, 然后的话, 还有CMB, 包括没办。 但是像这个OCBC和STANCHAR是相对比较低的啊, 这是在最近的话, 金融市场中比较罕见, 包括的话, 最近, 为什么银行在这时候提高存款利率? 大家是不是有看到, 最近新加坡的MS, 连续三个月, 7月, 8月, 9月都在卖储蓄债券, 对不对?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MS会推出储蓄债券呢? 那就是帮助大家来度过当前的什么通货膨胀的现象吧? 对不对? 因为通货膨胀往往会跑赢经济的, 但是大家又不希望自己的资产缩水, 所以说就要购买相关的这些理财产品, 但是在华人社会最好的理财产品是不是只有两类啊? 华人可不像这个欧美的人士是什么? 喜欢消费, 所以说华人的存款往往是两种, 第一种是什么? 存在银行里, 第二种还真不是买国债, 华人没有买国债的传统, 第二个是什么? 是不是置业啊? 对不对? 那如果说连这些都不知道的, 那大家的话, 那我就要质疑一下了, 我们是华人的思维呢? 还是是欧美人的思维了? 对不对? 华人的思维就是一个是什么? 存款, 第二就是置业了, 但是新一代的华人的思维是什么呢? 就是年轻一代的思维就是消费, 消费再消费, 从来没有说存款的意思的, 这也是为什么最近新加坡各大银行在今天突然间提高了存款利率, 甚至呢, UOB提高了存款利率的话是活期的, 5万的存款利率可以达到3点, 从3提到了3.5, 这也开始逐渐提高了, 这就是大家要留意了, 银行在这个时候提高存款利率, 那是代表着这个通货膨胀的持续时间会比较久, 为什么我会这么讲? 因为大家都知道最近的话银行产业很火, 但是你去银行贷款会贷的很少, 甚至贷款利率也提升了, 所以说大家就要知道了, 这就说明了一个现象, 银行马上会进入到什么, 对不对? 银行的半年之内将期你的贷款难度要求会很高, 所以说的话能贷, 现在能贷到的也是比较厉害的, 但是接下来你想从银行贷款的难度会比较大, 讲完了这些呢, 我们再看看美元的表现, 随着美元的不断飙升, 但是大家知道吗, 这些对冲基金在干一件事都在做flex, 为什么做flex呢? 现在做flex比做股票好赚多了, 甚至任何时刻都可以做, 我指的是什么对冲基金, 可不是普通的retailer, 但是大家注意, 虽然说美元有回落, 但是整体来说, 一直是在这个经济衰退, 甚至通货膨胀开始之初, 到现在美元的上升势头是没有变的, 这点大家要清楚, 美元呢, 从92一直涨到现在的最高110, 即使回调, 也是在106左右, 那就说明的一个现象, 是什么现象, 最近的市场, 美元的话相信会屹立不倒, 会一直是强势下去,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随着这个中美的博弈越来越明显之后, 接下来美元能否这么坚挺, 一个大大的问号, 所以说大家要留意, 美元短期内还是比较强势的, 包括我在周一的直播中也提到过, 五大战争当中, 第一个就有货币战争, 货币战争的话, 最大的受益者, 往往是谁呢, 加息最大的受益者, 是美国还是其他的国家呢, 对不对, 包括的话, 可能说佩洛西这次执行的话, 虽然说昨天他去到了台湾, 但是但是看看大家, 看看他走的路线, 先是来到新加坡, 新加坡完了之后, 然后又去了马来西亚午餐, 午餐完了之后, 就开始出访了, 去到了台湾地区, 对不对, 去到台湾地区之后, 接下来是不是韩国日本, 然后回国, 对不对, 但是的话, 他的这一行, 比如说在新加坡, 新加坡政府的态度很明显, 是什么, 不要制造地缘的摩擦, 但是呢, 我们会看到, 最近的话, 美元的衰退, 甚至大家有看到, 有一些欧派克国家, 我们熟悉的, 伊朗, 俄罗斯, 开始减少使用美元的比例, 甚至俄罗斯呢, 都要求欧洲购买天然气, 必须要用卢布, 谁最先用卢布买的天然气呢, 不要忘了, 就是在欧盟制裁俄罗斯的极先锋, 德国, 德国首先用的卢布购买的天然气, 就是解决本国的缓和的天然气稀缺的问题, 但是现在的话, 即使他们找到了替代品, 但是离不开俄罗斯的缘由, 所以说最近的话, 美元还是相当的强势, 但是美元不会一直走下去, 所以说要持续跟踪, 有可能在今年年尾, 美元会出现突发的利空现象, 至于为什么, 相信很多原因不言而喻, 讲完了美元, 我们再来看看, 在能源市场中, 最近的能源市场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呢, 出现了回调的迹象, 但是这种回调不足以伤筋动骨, 就让大家想到, 我从120块调到了100块, 跌幅呢, 也就12%左右, 但是这种跌幅不足以影响市场, 对不对,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经常跟很多投资者在讲, 能源市场在今年的年尾, 还有一个爆发期, 为什么能源市场会, 大家在经济复苏的时候离不开能源, 对不对, 就像我们讲的新加坡能离得开能源吗, 新加坡离开能源的话, 整个GDP的收入会少掉三分之一的墙角, 所以说的话新加坡离不开能源的, 而且新加坡的还有一部分产出是通过加工能源在输出的, 而且大家都知道新马两地一一傍水, 马来西亚最乙重的两桶油, 一桶是棕油, 一桶就是石油, 但是今年的棕油的价格已经跌入到熊市的阶段, 石油不会很快跌入到熊市的, 为什么呢, 全世界两大棕油产国, 一个是新加坡的邻居马来西亚, 还是另外一个近邻, 印度尼西亚, 为什么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棕油跌入到熊市的之后, 石油跌入不了熊市呢, 因为石油波及的国家太多, 而且在全球引领石油, 通过石油提振本国经济的国家超过十个以上, 这十大产油国决定了能源价格的走势, 紧接着我们要讲的是什么, 产油国当中产的最多的不光是石油, 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天然气, 因为天然气属于附属品啊, 好的, 这十大产油国我简单说一下, 首先在中东的, 中东就不止四个国家, 在中东的话接近就有六个国家以上, 我们熟悉的沙特, 科威特, 伊朗, 巴林, 伊拉克, 这就五个国家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比如说新加坡的近邻, 马来西亚, 然后文莱, 对不对, 这是七个吧, 然后呢, 包括的话原先的几大产油国, 现在成为美国的小弟的利比亚, 对, 这是北非的啊, 利比亚, 摩洛哥, 最后是美国, 这十大产油国当中, 经济对美国的话, 石油对美国的经济提振不是很明显, 但是不要忘了美国打了这, 从90年的海湾战争打到现在, 这20年以来他打了这么多战争, 不管是利比亚也好, 还是伊拉克也好, 打到最后他打来的最大的资源是什么, 是不是大量的油田入了他的手中, 对不对, 所以说, 这十大产油国当中, 除去美国的话, 还有一些小国家, 对吧, 也是靠能源的, 比如说像野门呀, 土耳其, 也是扼守着这个普鲁士海峡来通过运输能源的, 还有我们熟悉的俄罗斯, 能源对俄罗斯的经济的比重占了很高的, 尤其是在这个俄欧冲突之后, 所以说这十大产油国当中, 他们对本国GDP的贡献, 可以超过50%以上, 这是欧洲的荷兰TTF的天然气指数的走势, 大家看看今年天然气最高350, 现在回到了200大关左右, 接下来在技术分析专区当中, 我们先看看最近香港市场的走势, 之前我在讲过, 其实呢, 最近的黑天鹅是频繁出现, 黑天鹅灰犀牛在这个通胀的情况下频繁出现, 就会导致的一个现象什么呢, 恒生指数跌破了2万点的关键支撑位之后, 但是没有跌破关键的位置啊, 今天呢, 香港市场迎来了明显的反弹, 甚至恒生科技股指呢, 上涨接近2%, 阿里巴巴再次拉升, 同时大家也看到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呢, 那就是今天恒生股指是高开低走再反弹, 现在呢, 已经上涨了120个点, 目前呢是在19800点左右, 在2万点附近啊, 这个问题不是很大, 在这个关键点有反弹的话, 情理当中, 但是下一个关键的阻力位, 要留意的是21000点, 而且的话, 香港市场现在已经进入到重个股轻指数的阶段, 所以说呢, 现在的恒生指数的调整, 是为了未来很多的中概股从美股退市, 来上市的预备基地, 所以说在这个预备基地当中, 大家要知道, 如果你交易香港市场, 现在的这个节奏要踩对, 是什么呢, 要重个股轻指数哦, 再看看新加坡的海峡指数, 海峡指数说实话, 这也是我来到新加坡11年以来, 第一次遇到的8月份不跌反涨的走势, 注意哦, 这是11年以来不跌反涨的走势, 但是这种不跌反升的走势呢, 它的延续性有一个关键的节点, 我要讲到这个关键的节点, 就是在下周的变盘点来临之前, 市场会出现反转的走势, 所以说大家不要认为越头拉伸越尾就不会跌, 那也是错误的, 对不对,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最近看到, 最近的话新加坡市场当中, 一些蓝筹股开始活跃起来, 像我们熟悉的什么家丁啊, 开坡啊, UOB, 甚至UL这些产业啊, 银行啊, Sales的公司都开始活跃了, 但是整个海峡指数现在面临着就是3280点的关键压力啊, 我首次给出的3280的关键压力, 这个点位大家最好记清楚啊, 短期内3280如果在本周五收盘之前达到了3280, 那接下来的调整不会那么凶猛, 如果败五的收盘之前达不到突破不了3280, 哎, 那就叫锦中长鸣了, 关于新加坡的海峡指数, 我们可以看看今天呢, 涨了四个点, 收在3243点, 但是今天上升的股票多数是以蓝筹股居多, 但是呢, 又不能拖动整个市场大涨, 哎, 这点很重要啊, 新加坡的市场现在离上方的压力越来越近, 但是这个压力呢, 就像一个无敌的玻璃一样, 你怎么拿子弹射都射不穿的, 所以说大家要留意到3280点将成为海峡指数, 短期的阻力位, 好的, 讲完了海址呢, 我们再来看看美股市场中, 最近的美股市场, 大家都知道, 最近的话由于一些地缘政治的因素, 包括的话一些不利的因素, 导致呢, 美股本应该下跌的市场提前反弹, 但是大家也知道, 昨夜呢, 美联储的高官放话了, 是什么呢, 抑制通货膨胀还差得远, 同时呢, 也讲到了一点是什么呢, 美联储的政策一天三变啊, 原本呢, 说美联储加息的动作不会非常迅猛, 但是说9月的加息的可能还是75个基点, 原本说是什么呢, 9月份, 因为一年之内还有最多的两次到三次的议息会议, 说是趋于平衡的状态, 平衡的状态呢, 就是每次25个基点, 但是以现在美国的通货膨胀的系数, 相信美联储加息的状态呢, 会持续延续的是50个或者75个基点的走势, 也有传言的说是25个基点, 但是以现在美国遏制通胀的这个速度来说, 我们大家认为呢, 是吃中药药到病除呢, 还是吃西药只是除一下, 吃西药只是治标不治本呢, 对不对, 相信呢, 很多朋友都是希望呢, 再来一次75个基点的加息,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话, 美联储的通质通胀, 年底控制通胀的目标呢, 是把利益调到3.4左右, 但是以现在的角度而言, 3.4尽手可得, 所以说的话, 还有传言的是8月份会突然间有一次额外的加息,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美联储很紧张, 人民呢很矛盾, 所以说大家在投资的时候就要看清楚了, 讲完了道琼斯, 我们再看看纳斯达克指数, 纳斯达克股指呢, 也是强势的拉伸反弹, 但也是遇到了强势的阻力, 12800点到13000点之间, 因为在这附近的话, 我们会看到纳指呢, 虽然说是节节攀升, 但是最近随着一些相关联的科技公司的业绩不好, 会拖累市场的表现,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门股的点评环节了, 首先映入眼帘的呢, 就是他刚才我们在直播间开头的题目就提到, 上乘科技呢, 15天从12块涨到最高的2500, 即使昨天收市1679, 如果大家跟我一样, 都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大牛股的, 这种股票12块涨到了最高2555, 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13天大涨了多少? 百分之两万, 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经常讲股市是有的时候有可能也是什么呢, 这些交易员也是容易出错啊, 对, 开始给我们送钱, 对不对, 但是我们感觉这钱呢太烫手了, 对吧, 哎, 大家还记得吗, 之前我讲过一个盘口语言, 很重要的盘口语言, 之前我讲过一对吧, 讲过三三三, 对吧, 那我们今天要讲一个叫什么呢555, 哎, 大家都知道啊, 我们先从这只个股, 你看看, 它在底部启动的时候最低的价格是12.05, 对吧, 它其实在这个市场当中的代表的意思就是12就是我饿的意思, 对, 然后呢12.05注底之后后期即使回落也没有跌破开始拉伸, 但是大家仔细看啊, 在昨天这个盘口语言是什么呢, 25555, 3个5的话代表着是什么呢, 那就是持续的意思, 555嘛, 就是无穷尽了哦, 对不对, 但是2555就要留意了啊, 255后面跟了一个点3, 这个点3的是什么呢, 差不多就要衰竭了, 对, 所以说的话, 大家要注意555在市场当中呢, 代表的是什么, 对, Continue, 对吧, 这个时候你可以hold住, 但是前面多了一个2, 那就打折了, 对, 就要小心了啊, 随时要调整了, 我之前讲蜡烛学教过大家, 就是上下引线同长的蜡烛出现, 你要注意转折就在两三天, 所以说像这只个股呢, 是最近美股市场中的一个, 怎么讲呢, 用咱们华人话来讲, 这就是典型的腰股, 什么叫腰股呢, 12天涨到2000多块, 哎, 我就问大家, 你再牛的这个庄家, 你会这样炒这样的股票吗, 你肯定不会的啊, 这种现象往往容易在哪里发生呢, 就是亚太的市场当中, 和中概股当中, 这种公司, 我不相信美国的SEC不去调查它, 为什么昨天突然间有两次的盘中停盘熔断的现象, 但是当时我还跟同事讲, 我是熔断了还会继续涨, 当时是在1466, 对, 当时呢, 它的涨幅就已经涨了66%, 对, 我当时犹豫, 我想算了, 困了就睡觉没看, 结果早上一醒来, 最高2555, 所以说大家要留意了啊, 这也是我们知道的, 在市场当中, 当你发现没有机会的时候, 庄家呢, 最愿意给你开玩笑的是什么呢, 把你认为不会长得心骨, 什么叫心骨呢, 直接刚IPO的菜鸟把它推上天, 就像我们大家平时喜欢, 在新加坡嘛, 大家都喜欢吃鱼, 对不对, 我们平时吃一条鸡木炉, 了不起十几块, 二十块, 对不对, 现在他告诉你这条鸡木炉, 不好意思, 两万块, 对吧, 你肯定不会吃的吧, 不会当菜头被砍的, 但是不好意思, 市场中真有人愿意为这样的个股去买单, 这就是我们讲的有一个游戏叫击鼓传花, 或者说击鼓传手雷, 大家都感觉这个手雷太烫手了, 但是又想把它炒高, 怎么办呢, 那个击鼓传花的时间就是比较长, 所以说最后还没有落下那个锤, 在这个时候就要留意了, 这种股票接下来我没有猜错的话, 下周绝对是有SEC来问话的, 好吧, 但是怎么样追踪这样的个股呢, 那就要用到咱们的六彩神龙功能, 能跟踪到这样的牛股, 甚至这样的腰股, 其他的是没有任何工具的, 为什么呢, 它能让我们看到庄家资金, 能让你知道游资的动向, 还能让你知道散户的动向, 我问大家新股, 它会不会有业绩报告告诉你啊, 答案一定是抠松的吧, 不会有的, 但是没有业绩报告, 还能继续涨的股, 那才叫牛股, 但是我们再看看最近的AMD, AMD呢, 最近的话为什么会上榜呢, 因为最近它的业绩呢, 收入都是不错的, 但是看看油资是不是比较多呀, 而且还是什么呢, 只有少量的庄家资金入场, 所以说它要大账还有难度, 但是最近AMD的业绩呢, 和收入都还是不错的啊, 对, 而且呢, 它第三季度的话, 也是略微的有所增长, 但是最近的话, 在整个华尔街半导体的行业, 除了TSM之外, 整个美股的半导体行业, 是一个紧喷的行情, 是不是大家看到很明显吧, 半导体讲完了之后, 我们来看看在新加坡市场当中, 零售业的巨头是谁呢, 加丁CNC, 大家都知道, 在新加坡呢, 加丁是靠什么起家的, 对不对, 加丁呢就是卖汽车的,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最近新加坡的车牌已经涨到了11万, 摩托车车牌从1万, 从8000涨到了2万, 如果能炒摩托车牌, 我就去炒车牌了, 不炒股票了, 对吧, 8000涨到2万, 1万2, 卖一单就赚1万2, 对吧, 刨去成本费, 也能赚1万,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的, 但是大家看看像加丁这样的个股, 为什么容易大涨呢, 首先你看看, 是不是就有庄家资金打底, 启动支出为什么慢呢, 没有庄家资金呀, 只是游资在推着跑, 所以说怎么炒不会大涨, 但是当庄家资金真的来的时候, 从21炒到32, 又从32回落到25之后, 今天呢, 再次回到30大关, 为什么, 庄家资金又杀了个回马枪, 开始推涨了, 这样的个股爆发性是很强的, 这就是为什么说六彩神龙的独特之处, 再看看最近在港股方面, 有一间公司呢, 专门是做什么呢, 做面板的, 可能说老师什么叫面板, 大家看看你用的手机的这些屏幕, 它是专门做手机屏幕的公司, 不管是华为也好, 还是像Samsung也好, 用的都是这间公司的面板, 这间公司呢叫BOE, 对, 京东方的, 那为什么这么强, 大家看它的股价从5块钱慢慢悠悠扶摇直上涨到19块, 而且即使有回落还会继续拉伸, 为什么呢, 你看启动支出涨不动, 就是上方的套牢筹码在9块钱特别多, 真当套牢筹码的解套之后, 把筹码换给庄家之后, 股价从9块到19块, 不就是一个月的事情吗,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 庄家资金控盘之后, 这种股票只有一个方向, 就是往上跑, 所以说大家知道了吗, 为什么在香港, 新加坡和美股市场当中, 你有了六彩神龙这个指标, 几乎就是什么, 叫牛股的探测器, 那我们接下来呢, 也是要告诉大家, 因为已经进入到8月了, 下周一呢, 也是我们公司的中年庆典, 而且呢, 最近我们的HomeChat, 也已经陆陆续续在Apple Store和Play Store上, 已经升级到最新版本了, 如果还没有升级的朋友们, 抓紧时间, 而且现在呢, 我们HomeChat可以做到, 全市场一触即打的, 大家看